优优独播剧场——YoY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成为原子核 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想法 也是一个一非冲天的疯狂想法 换句话说 它最初的设想是一种拦截技术 这是一个疯狂的结论 但却合情合理 因为原子核产生的火焰 能烧毁生化武器并均 然而 希德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核弹 只是通过庞大的魔力量来 获得与核弹相当 甚至更强的威力 这种方式 也被确立为防御和反制核弹的一种手段 变种技能 I am Orange Atomic Atomic的短距离全方位歼灭型纵身攻击 反手握剑 从正上方挥出 顾名思义 威力与Atomic相同 但通过缩短射程 进行全方位攻击 是擅长群体战的范围攻击 I am Recovery Atomic 这是一种特殊的Atomic攻击 可对任意目标造成破坏或再生 Atomic范围内的目标 如果是盟友将被治疗至完全恢复 如果是敌人 则会连同目标周围的物体一起被抹去 不过对于敌对的血脂女王和西叶范来说 Atomic的释放只是为了切断 他们体内的寄宿力量 或者说Atomic会在伤害他们身体的同时 瞬间治愈他们 I am Atomic Sword 与普通的原子剑一样 这把剑也会汇聚魔力 但这把剑会进一步将魔力凝聚在剑肩上 将剑人延伸得更远 并将其切开 这把剑的伸展范围不受限制 可以切割前方上下左右的一切 单论破坏规模不如普通版本 但因为剑中凝聚的魔力 比普通版更多 威力会更大 I am Atomic Rain 从史莱姆服中展开的四肢漆黑的翅膀 史莱姆E 通过凝聚魔力变得巨大 每根蕴含魔力的羽毛 都会像雨点一样射出 单论威力可能不如普通版 但由于它能释放出大量凝聚魔力的翅膀 因此能在大范围内产生压倒性的效果 而且由于每根翅膀的威力 也是以Atomic为基础 因此具有非凡的破坏力 是Atomic中唯一不使用刀剑的攻击手段 Atomic Radar 这是一种大范围 高精度的探测技术 它能在指尖距极难以察觉的魔力 然后将收集到的魔力之光分解成 更小的粒子并释放到周围区域 通过将少量魔力压缩到极致 再分解到粒子疾病释放出来 原子追踪器 可以找到隐藏的门和其他物体 其精确度远远超过普通的魔法探测 它不是Atomic的攻击手段 也不依赖于魔力的多少 是一种海线的 任何人都能掌握的技术 尽管它需要掌握魔力压缩和控制技术 Short Range Atomics 这是Atomic的缩小版 在Web版中用于处理多艾姆的尸体 I am Atomic出版 Atomic的未完成版本 过去曾用来营救解塔 威力不如现在的Atomic 但却拥有催枯拉朽的力量 希德本人对结果并不满意 对它的完成度也不满意 空缠的绞形之苦 学习了芬里尔的空缠的血压 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开发型强化技术 它能创造出九个具有魔力的分身 将史莱姆剑像鞭子一样伸长 并将其形状转变胃龙的形状 总共九次砍击 刺穿 撕咬 撕碎和粉碎目标 这是Atomic唯一一个用汉字书写的遍体 顺便一提 I am Atomic在动画版中的第五集亮相 希德的CV山下成一郎帅气的嗓音 唇厚的发音和低声说的原子 不仅摧毁了敌人的腹肌 也摧毁了包括海外观众 在内的全世界观众的腹肌 根据它在广播节目的发言 这一段它反复录制了六次 声优真了不起 在第十四集里 还表演了Orange Atomic 这部分也推荐佩戴耳机 但Atomic部分的发音略有不同 值得反复品味 另外 E am版是由欧美人配音的 所以听起来比日文版更酷 虽然名称没有变 其实万版最开始 这招名字是我是大普洞 这个名字太直接 太危险 读者经常在评论中吐槽这一点 后来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说到暗影大人的必杀 怎么能忘了酷Bsb的 路人是奥义48招 通过强大的的体能 和操纵身体和魔法的能力 在不受伤 或是受到最小限度伤害的情况下 表演出时而夸张时 而凄惨的兽机技能 这样的技能 它总共掌握了48种 如果包括幻术 则为49种 它还开发了许多 相当先进而无用的剂量 例如 以别人无法捕捉的速度 使用隐藏的血浆 并配合对手的攻击及时使用 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被打败了 或者使用微小的魔力 维持心脏骤停后的脑内血液回圈 以达到通常情况下 不可能没有后遗症的 常识艰辛脏骤停的效果 简而言之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搭进去装死 习德的表演相当高超 也相当无意义 当然 其中一些技巧 也可以在实战中使用 不过 他对外表的过度关注 和执着的态度 会导致他的表演过于戏剧化 有时会使他引人注目 吸引周围人的注意 尽管他原本 只想扮演一个路人角色 钢琴演奏 这是他前世习德的记忆中 唯一还在继续学习的课程 虽然他只认为 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演奏者 但以异世界的标准来看 他是一流的钢琴家 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 也是出于可以配合影 知识力者的表演 这样很有他风格的理由 席德认为 魔术操作和钢琴演奏 在感觉上是相似的 他最喜欢的曲目 是贝多芬的钢琴奏名曲 《月光》 起飞旋风 将史莱姆剑的剑刃 伸长数位 并是放出一道斩机 使用时会以席德位中心 刮起一个漆黑的旋风 可以攻击多个目标 还能发射范围斩机 从作品中的描述来看 似乎还有飞刀的用法 但具体程度不详 阿尔法在解释手流弹弓式时 描述了语言史技巧的不同之处 暗示刀是能飞起来的 席德使用了这一技巧 他给这一技巧起了个名字 在他的记忆中 每年都会使用一次 但这是因为 他只给这一技巧起了个 轻描淡写的名字 正因为如此 他通常都会忘记 他还将这一招式 交给了阿尔法 阿尔法后来用自己的方法 对其进行了改进 并开发出了 喷气式旋转投掷手流弹式 这是一种通过旋转进来 增强射程和前进距离的 投掷方式 他还将这一招式 交给了贝塔和伊普希龙 黑暗鸟龙 暗影版的钢线术 再现了约翰史密斯 使用钢线与魔力细线 作战的风格 细密的魔力丝线 在空间中延伸 引导魔力 与基本的钢线一样 他也能熟练地 应用于 诱补和束缚等方面 暗影傀儡 以黑玫瑰的形式 向天空释放魔力 并通过从玫瑰上 落下的花瓣 增强他人力量 触碰花瓣者 会被印上 玫瑰形状的印记 的技能 触碰花瓣 花瓣被吸收进身体后 就会变成丝线 缠绕在身体周围 在这重状态下 身体不仅能得到强化 还能被习德远程控制 即使不是魔剑时 也能通过习德的操纵 和花瓣的强化 获得优于魔剑时的战斗力 不过 这种技术 需要超精准的控制 其缺点是 控制的人越多 习德的负担就越重 即使是习德 也只能控制近百人 集中控制 也只能控制几个人 据习德说 大脑神经会被烧坏 Overdrive 这是普通魔力 强化身体的 更高相容版本 通过控制和轻注魔力 使其超过身体的极限而启动 启动时 眼睛会发出红光 然而习德第一次使用时 他的身体还是个孩子 巨大的压力 让他是后吐了血 物化 这是阿尔法 和其他使用的 恶魔附体技术的一部分 在作品中 使用者用史莱姆覆盖全身 同时用魔力制造风 将自己变成一团黑雾 乘风离开现场 即使不使用风 也能通过物化飞行 而且与最初的使用者阿尔法一样 雾本身也被认为 是一种感官器官 此外 虽然作品中没有使用 但这种物是血之女王技术的再现 也可以说是欧劳拉的技术 因为它首先源自恶魔附身 因此 也能像他和泽塔那样 使用复制技术 发出无数黑色的刀刃 在动画版中 欧劳拉的技术 是用河水再现的 由于是用魔力流通性较差的水再现的 所以比原版差 空缠 复制自分离尔武术的技巧 这是一种以魔力制造残影的反常技法 同时还能最大限度抹去目标的存在 使目标可以被击中或躲避 即使目标看到并辨认出剑的动作 那也是残影 实际上主体在抹去存在感的同时 比残影更快的是放出一刀 通过改变时机 误导对手攻击 史莱姆弹 一种远程攻击方式 将史莱姆的一部分撕碎成拇指大小的碎片 然后将其卷起 并充满魔力 像子弹一样打出的远距离攻击 原著中是用手指弹出 动画中是在手中制作一个小弓并发射出去 由于魔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它拥有一击 就能轻易穿透物体的能力 子弹的大小和威力 还可以通过史莱姆的特性 以及习德的魔法压缩和控制来增强 身体强化 这是魔剑式使用魔力强化身体的基本技巧 用魔力包裹身体和武器 习德的身体非常适应魔力 它对魔力的控制 让它获得非凡的强化效果 利用魔力压缩高速移动 利用魔力高速移动 需要精确的魔力控制 和坚固的魔力回路 能承受巨大的负荷 相对的使用效果极佳 移动实惠 产生残影 魔法侦测 利用魔力探测他人的存在和魔力 由于习德的魔力控制远超他人 可以捕捉到 以隐藏气息建长的戴尔塔的存在 魔力的气息隐藏 通过控制魔力 可以遮罩使用者自身的存在 即使到了七影级别 也无法对其进行捕捉 戴尔塔可能会查决道 魔法治疗 一种利用魔力恢复身体的技术 习德对魔力的控制 即使是冰死的重伤 也能完全恢复 即使肢体锻炼 也能通过附着肢体而痊愈 还能完全治愈恶魔附体 魔力之语 向天空发射魔法之光 魔法之力如雨点般 从天而降 它具有缓解疲劳 治愈轻微伤口 和促进魔力回圈的效果 魔法屏障 字面意思是由魔力产生的屏障 它的强度无与伦比 可以完全防御高密度魔力汇聚引起的爆炸 即使是精通操纵魔力的伊普希龙 也无法防御爆炸 远距离魔力斩 利用精确的魔力控制 和巨大的魔力 从远处是放斩机的技能 在相同技术下 威力超过伊普希龙 希德本人有时也会使用 RM Atomic 而不是普通的远距离斩机 事实上 它比伊普希龙觉得晚 在听了伊普希龙的故事后 它当住伊普希龙的面尝试了一下 结果一级成功 这出乎了希德自己的意料 至于它在尝试后 立即掌握了这一技术 希德觉得 如果我诚实地承认 可能会让伊普希龙 陷入自我怀疑 意义 于是给人一种 他之前已经掌握的印象 好了 关于暗影大人的解说 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 订个月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为你带来 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大家下期再会